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曹操传 今天咱们讲第46回 袁绍之死 建安七年 袁绍死了 上一回咱们说到曹操关渡之战以后的举措 是吧 两个 一个是政治上的 另一个是民生上的 政治上的举措就是那三个保证 地主你们放心 地还是你们的 对官员的保证呢 我还是儒家那一套 以后你们该是什么还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对贵族的保证 我这个人是讲传承的 所以以前你们是贵族 以后还是 这是曹操在关渡之战以后 三个政治表态 这三个政治表态一出 曹操的地位就算是稳固 再有一个就是民生行动 是吧 那就是修衰扬渠 曹操修了这样一个水利工程 这本身是一个灌溉工程 但是同时呢 这也是个交通工程 这样曹操控制区内的所有水系 就连成一体了 曹操获得了统一调配船只 调配资源的这样一个优势 在当时来说 水路运输 不但运输量大 而且快捷 对吧 他的机动性是很强的 机动性一旦解决了 那曹操现在用兵以后 就更加的大胆 这些事都发生在建安七年 这一切有作用吗 有 第一是这使得曹操这边呢 获得了稳定 同时呢 同时曹操这边一旦稳定了 那袁绍那边就乱了 关渡之战以后 袁绍出现的叫什么 叫众叛亲离 这和曹操的表态有关 和曹操这边的繁荣也有关 就是这样 随着曹操是主旋律 对这个观点的确定 袁绍这边出现的就是崩溃 因为曹操和袁绍争的就是谁代表天命 现在曹操赢了 大家都认为曹操代表天命 袁绍就hold不住了 史书当中说 袁绍在兵败后 一天也没有休息 开始四下平定冀州的叛乱 建安七年六月 袁绍死了 病死了 而且死得很突然 怎么看待袁绍最终的失败呢 其实袁绍的失败是一种成功的后遗症 三国凡是冲出来的人 在三国制当中有名字的人 都是一种成功 但是每个人的成功 他都有后遗症 这后遗症是不一样的 曹操和袁绍是两种成功 袁绍和曹操几乎是同时起步 但是你看袁绍的发展要远远快于曹操 袁绍采用的是什么 是求同存异 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 而曹操是熔炉 把身边的人要先熔化 然后组成一个紧密的核心 袁绍有袁绍的办法 曹操有曹操的玩法 他们的区别就是郭家嘴里的失胜失败 就是陈林写的为袁绍习欲舟 就这两篇文章 曹操其实是集权的 而袁绍相对于曹操来说是分权的 袁绍发展的快起步快 一下子就团结了一大批人 但是以后呢他的问题是以后累 袁绍为了让这些人都靠近自己 不得不当才怕 他要不断的组织比赛 曹操一开始呢很慢 以后很省力 因为核心的人他们有高度的利益一致 袁绍这边你看这帮人总是各怀心赋事 而曹操这边呢 曹操虽然相对弱小 但是曹操这帮人的内心强大 曹操手下的大将以后一看 都是那种不用扬鞭自奋敌的那种类型 曹操以后省心 开始累 但以后省心 袁绍是开始省心 但是以后累 现在袁绍的死 袁绍当然是累死的 因为他这个家越大越难当 尤其是在经历了关渡之战的失败以后 袁绍显然是现在遭受着两个方向上的打击 一个是曹操的外部压力 曹操的三个表态 再加上曹操带领着豫州蓬勃的发展 这对于袁绍的松散的集团都构成了致命的影响 好多人出现动摇 甚至反叛 袁绍自从关渡战败以后 就一天休息都没有 马不停蹄的到处平乱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人现在越来越大的受到曹操的影响 另一个影响 就是袁绍这种松散的集团 走向团结也是个麻烦 这个团结太可怕了 袁绍在外远征的时候以审配为首的这帮幕僚 形成了一个以袁绍为核心的小圈子 这就麻烦了 袁绍的内部问题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 袁绍开始内部出现问题了 出现了谁是老大的争论了 一下子袁绍这就面临着散摊子了 袁绍在关渡失败以后 突然就陷入到一种崩溃的边缘 这就是袁绍的问题 袁绍因此累得不成 一年多的时间曹操没有进攻袁绍 但是袁绍的地盘在不断的被压缩 袁绍丢掉了河东河西 然后返回叶城 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这一带 袁绍丢掉了青州 现在被迫退守白马福建 其实大家都在盯着袁绍的益州 是吧 袁绍丢了青州 现在来夺益州 他的弟弟袁绍丢了河东河西 现在也开始争夺老爸的益州 袁绍在这个时候突然一死 这哥俩就翻脸了 沈沛这帮人趁乱就控制了局面 最后就形成了袁尚袁 袁尚和袁绍 就说老二老三结盟 对抗老大 就这样一个局面 袁尚和袁绍组成的联盟 背后是沈沛 是沈沛操纵的这哥俩 沈沛实际上接管了袁绍的家业 但是袁潭老大不服 对外自称 接班 袁潭说什么呢 你们做了一周末 做了一周末 那我接什么班 我接班老爸做大将军 兄弟反目这样一个局面 其实就是袁绍的政权 现在失去了合法性 无论是这个一周末 袁尚继承的这个一周末 还是袁潭继承的这个大将军 都不是世袭的 都是需要朝廷任命的官员 袁绍一死 这些官职 就都要朝廷重新任命了 现在袁绍的儿子 是自封一周末 自封大将军 这都触犯了底线 这个底线是谁的底线 是天下地主们的底线 是天下官吏们的底线 是天下贵族们的底线 曹操现在是代表了天命 袁绍一死 他的儿子就成了被天命讨伐的 逆天而动的乱臣贼子 曹操这个时候 在建安九年 印马黄河 就是看准了时机 准备要北伐了 这个时机 我跟大家说 大家仔细看啊 历史 历史书在这一块 讲得很混乱 我跟大家看一件事 曹操为了打败 袁上袁坛 其实到这个时候 曹操也不占有优势 曹操为了打败 他们真的是处心几率 几率 曹操在进宫以前挑动了两场判断 封了三个人的官职 这才形成了对自己有利的局面 曹操封了三个人的官职 第一个被曹操封官的是谁 是马腾和韩隋 马腾为征锡将军 韩隋为征南将军 然后准许他们开府 哎呀 这可是个是个了不得的大事啊 准许这种这种将军在外开府 那就是封疆大吏了 以前是只有刘家人才能开府的 现在马腾韩隋被准许开府 这是一个很大的恩赐 为什么 因为他们击败了袁上 曹操这是树立了一个榜样 曹操通过这次封官 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 你们该怎么做 你们该靠向谁 以后在这个示范作用的带领下 这个示范的影响非常大呀 曹操以后打袁坛 打袁上 哎呀 那个那个战争真的没法看 就说怎么着呢 随时都有人投降 都有河北的势力投降曹操 你说袁上袁坛这个仗 根本就没法打了 这是第一个封官 封 马腾韩隋 第二个封官封的是 封公孙渡 就是那个在辽东的 这是这是就是袁家老二 袁西的北边 哎那个地方哎 封那个地方的官 公孙渡 封给他封官 这个封官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 这是这是阻断袁家 和幽州北部的联系 实际上你看 这样一来 马腾在西北 是吧 哎 公孙渡在东南 这对袁 曹操在南边 曹操在南边 公孙渡在东北 曹操在南边 这对袁家的势力 就是一个战略包围 哎 第三个封官更绝 你才封谁 大家一定想不到 封袁潭 曹操暗示袁潭 如果袁潭归降 曹操会真的让袁潭 当这个探朝的大将军 因为袁潭的部队 那个时候是真的很能打 以后大家看曹操打袁潭 那叫损失惨重 所以曹操打击袁绍残余的力量 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 这里边要有人做榜样 要有人实现这种 对袁家势力的什么战略包围 还要搞分化瓦解 这一切做完 曹操就开始等 等机会 跟着发生了两场叛乱 第一场 是孙毅的死 孙毅是孙权的亲弟弟 孙权在江东 正在这个时候搞本土化 这个咱们讲 那个张昭传的时候讲过了 最终孙权把本土化搞成了 这才有了以后的江东 但是这种本土化 它是重用这种江南势力 其实就受到了 怀四势力的极大反弹 就是当年孙家起家 支持孙家的怀四势力 在这个时候 极大的反弹 其中一个重要的叛乱就是这个孙毅的死 孙毅在丹江被杀 这里的怀四将领不服 随后的几年 孙权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平定了这场叛乱 也就是说 曹操现在不用担心自己南部 不用担心孙权 孙权现在家里乱了 与此同时爆发了 袁上和袁潭的战争 那就在袁上和袁潭激战的时候 袁上留守在夜城的大将 突然给曹操送来了血 表示要归降曹操 这在建安九年 这样在建安九年 一场大战就突然爆发 曹操不顾一切的就扑了上去 动用了所有的力量 发动了对袁上的战争 曹操给我们做了一个经典的示范 什么示范 就是怎么把优势变成盛势 不是得理不让人 也不是傲慢的碾压你 而是一点一点的通过努力 争取一切时机 一切机会利用自己的优势 把自己的优势变成最终的盛势 所以大家注意 曹操在远征冀州以前 先做出了三大承诺 稳定自己的阵营 然后通过兴修水利 一方面解决灌溉 提高农业水平增加粮食 另外一方面 解决交通 一句话 积蓄力量 同时三次封关 为战争创造各种条件 这一切都具备了 黄河 曹操 在黄河岸边静等 等待什么 等待天时的出现 等待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时机 所谓的机会 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就是这个意思 有些人是没准备 在那等天时 那他叫瞎等 有些人像曹操这样 是已经具备了一切 在等一个天使 咱们上一回 是吧 年前给大家讲 这个时候曹操的心情 就是那首歌 风起时 常规就是这个意思 曹操此刻 横朔黄河 静等 风起 好了 今天咱们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 咱们继续讲 咱们继续讲 咱们继续讲